李先生一家人243万元的积蓄被邮政储蓄银行南京江宁之行原行长挪用 后该行长因犯挪用资金罪过刑两年三个月 法院则令其退赔被害当位邮储江宁之行243万0109元 刑事官司判了但前还是要不回来 于是李先生一家将邮储江宁之行各上法庭要求银行赔偿 却被银行拒绝李先生一审胜诉后 南京中院在二审时做出了发回重审的裁定 李先生一家表示 已经在南京江宁法院开庭前调解会议几次了 但银行以我们存钱后没有经常查询为由 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3月16日李先生向记者表示 据多份调解笔录显示 有储江宁之行答辩称 储户在处理自身存款过程中 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自身存在过错 因此应自行担责 对于有储江宁之行的说法 李先生等人并不认同 李先生称 这么多年过去了 钱拿不回来 银行员工挪用资金银行可以先行赔付后 再进行追偿 不能坑储户的钱 特别买而言,现在 他没关系 没有事 无许可生的 还没关系 雖然不在许可